《樂天之命》 李居明 林記 林記 韻小姐 Hello 你好 師傅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是 臨近新言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都會在家裡 在其他商店 食肆 酒樓 酒店 很多地方都見到不同的吉祥圖騰 文字 或者是一些圖案 甚至那些剪紙 很漂亮的剪紙 貼在窗上 有不同的圖案 不同的畫像 沒錯 我又想請教一下 古文化應用大師 你可否幫我們去拆解一下 究竟他們這些吉祥文化背後 有甚麼內涵呢 內涵一定是吉祥 但有些是很有趣 因為它的吉祥在後面 可能是存在不同的五行 譬如我們中國古文化認為 複鼠是很吉祥的 因為複鼠是叫做複 但因為它拿著鼠字 鼠是代表水 所以複鼠代表影響到複字 都是變成老鼠 老鼠代表水之物 假設林記你好像是生於冬天十二月 你是很記紫水 很記水的說話 假如你要貼一張 徽春寫一個複在你家 你一看下去的時間 複就等於鼠 鼠就等於水 你身體不舒服 你很自然就會受過文化 應該就是說 我喜歡把它調轉 表面上就叫做道複 為了複道 其實不是 因為你頂不住那個紫水 你將紫水一調轉 紫五雙蔥 就等於五火 即倒了水 所以複字如果你是倒轉來擺 其實那張徽春是等於火的 就不是等於水的 但是因為過年的時間 在冬天 一般來說都是需要火的 因為冬天是比較寒冬 所以那個道複文化 是流行過非道複文化 就是說將複字調轉來擺 其實是流行過就這樣擺 是因為就這樣擺是很多水的 那也是很好笑 有些人家裡 那個爸爸也是生於冬天 媽媽也是生於冬天 兒子也是生於冬天 他三個人一掛一張複字上去 那就變成四個水 是啊 那他就多睡多了 多睡多是很奇怪的這個現象 就是廁所立即漏水 立即兒子不記得山水喉 立即要水浸 那立即如果將複字調轉 有火 那原來立即好人一點 那所以這個複字在古代來講 是一個最神妙最神秘的密碼 那他是代表老鼠 所以子就是代表屬馬的人 如果那年冬帶水 那就很適用 那那個字冬到正 除非他夏天出生 如果冬出生也不對 所以我們清代有一個很著名的皇帝 叫康熙 大家都認識的了 這個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每一年呢 當他過年的時間呢 他就送東西給那些子孫 他就寫個複字 但是他寫這個複字呢 不知道康熙是不是認識的 我們剛才我所說的中國古代文化 他寫的時間呢 都寫得非常之特別的 他先寫那個複字呢 是另一邊那個一或一個口 他寫個多字 多田就是土了 是 跟著先寫個子字 就是他這邊 這個禮這邊寫個子字 多田就土了 多子 然後多一點 他就把複字拆了去成為 多田多子多一點 而一點就是代表木 土 那個田字就是代表土 而那個子字呢 就是代表水 他都把複字平衡了 讓他沒那麼多水 這個就是康熙皇的特點 那麼這個複字呢 現在還可以在北京 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 逆親王的家裡 是可以現在看到有這個字寫了 公真王 不是逆親王 公親王逆恩 也就是以前那個和鑑的舊宅 可以看到有這個複字的流通 所以現在我們去北京呢 如果你去公親王逆恩的故居 或者和鑑的故居呢 那個故居就可以看到康熙皇帝這個複字 是將它破解成這樣 是 複字除了那個年我們經常見之外呢 我們會經常見到呢 是有些很吉祥的東西 那時候呢 我們會見到一幅畫 是有一百個土 代表著長壽 是 你有沒有見過這幅畫 有的有的 我經常聽中醫說呢 叫我們可以多吃點土 老人家都不怕吃的 因為土就是先家之果 因為我們看這個孫悟空呢 是 說他去到這個黃寶娘娘 是 那個賀壽的時間 這個盆土 沒錯 所以很自然呢 我們覺得如果放一百個盆土呢 是代表一百歲的意思 所以土是很吉利的 但是大家不知道原來土呢 還有一個暗示 在這個吉祥文化裏面 土呢 原來是代表逃的意思 逃是代表逃難的意思 逃 逃離於災難的一個密碼 是 因為在古代呢 我們通常會遇到很多天災人禍 包括了地震 黃河的缺堤 或者甚至是沒有東西吃 或者甚至皇帝下一個命令 下來可以抄斬滿門 等等這些東西 都是那些人民很懼怕很害怕的 所以土呢 他們還有一個含意 是代表逃離這些天災人禍之意 所以擺在土是有逃亡災難的 這種神秘的意義 很深不講不知 這是第一次聽 是的 等於我們去找一個中醫 把脈的時候 頭一看 他通常都會掛著一樣東西在那裡 你有沒有看到掛什麼 我有留意 就像一個葫蘆一樣 即是一個葫蘆 即是葫蘆 是因為葫蘆本身是化病的 所以他做中醫 他要掛一個葫蘆在那裡 那為什麼葫蘆又可以化病呢 林記 會不會跟他的形狀的線條有關呢 沒錯你非常聰明 就是因為葫蘆的形象 是一個好像S型的密碼 那在宇宙裏面呢 那在宇宙裏面呢 這一個叫曲則有情 是我們曾經說過 就是所有宇宙裏面 從真的曲線呢 都是代表著有情谷 是 代表著呢 可以藏有智慧和藏有福氣 那所以曲線的東西呢 是為大家帶來健康和帶來幸福的 那所以一個葫蘆型的女性 是 或者一個葫蘆型的葫蘆瓜呢 其實是一個宇宙的符號 是可以阻擋著那些直線的死亡密碼 是代表著健康和長壽 那所以如果我們用銅器 去做一個葫蘆型的物體呢 那個就可以化洩得到呢 每年一個土星的薩 土星的薩呢 叫做以克病符 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呢 是一個特別的方法 可以計算到這個以克病符 那在某一集裏面呢 我就會跟大家講到 九空飛星的時候 就會提到這件事了 那等於我們古代呢 就很重視米 是 米字怎樣寫 米字呢 兩點 然後一畫一個十字這樣 然後再兩點在下面 那如果米字呢 就是八十八的意思 是呀 所以中國有一句話 我教大家叫做米壽 米壽的意思 就是在古代 一個人最長壽的說話 是八十八歲叫米壽 人能夠活到八十八歲 就是最幸福的一個數目 是 所以現在我們香港很厲害 我們香港全世界最長命的地方 所有的長者、女性 都有八十八歲 即是說香港能夠享有米壽 中國古代對米是非常之重視的 是呀 所以認為米有米 就是代表著家裡 風衣觸食 風衣觸食 那連載米那個米袋呢 都是代表袋 就是代表代代相傳之意 有一個傳承的意思 所以當他們打米的時候 喜歡是用米袋 袋著包米拿回家 拿回家的時間 然後他們那些米 是吃光之後呢 米袋是不扔的 是呀? 那是用來什麼用呢? 米袋代代相傳 會不會是跟女兒出嫁的時候 祝福她可以生育女有關呢? 這個就很重要了 因為代代相傳 是呀 所以米袋在古代呢 是喜歡保持在家裡 當女兒或者孫女結婚的時間 他們就會拿些米袋出來 鋪在地上 是 然後給個新娘子搭過 當她搭過的時候 代表她可以代代相傳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 要送張木籠給 張木籠是代表財相之外 這個張也是代表含章 也就是代表 龍章 龍章 也就是代表生兒子 是 所以一個張木籠 還有一堆這些米袋 鋪在地上 就是古代結婚的 最重要的兩件事 比如說生兒子 我看到有時候有些老人家 他會送禮物給一個 初生嬰兒的 很有趣的 他不是說送什麼 金額那些 是送好像鎖的物體 那個鎖呢 通常就是那個寶寶 出生後 是 身體如果不好 他們就會送一個金鎖 是那個心鎖 直成是會傷在她的腳上 是 是 代表鎖住它 不要讓天拿走 意思 那這個文化 慢慢演戰到今天 在華人社會裡面 我們在中國和華人社會 很多的高山上面 你會看到 是會有很多的鎖 是 在那裡看到 是那些叫情人鎖 是 同心鎖 是代表女生鎖住男生 或者男生鎖住女生 是 那麼這個鎖已經成為了 由鎖住寶寶 變成鎖住了互相的愛女 是 那麼這個就是鎖的文化 那麼另外 如果一個人結婚 現在都更流行 就是要怎樣去賽事場上呢 就是去請一對的石楼 那石楼你見過嗎 見過 很好吃的 石楼原來 就真的可以種到石楼樹 那石楼 當我們一吃的時候 一打開 你看到石楼裡面 有很多細細粒粒的東西 很多粒粒的 那就是代表是多子 那就是代表用石楼 去攻我一句新人 結婚是代表他們是多子的意思 但是記住林基 什麼 在中國的文化裡面 是不可以用百子千孫四個字的 為甚麼 這四個字在近五十年 已經是沒有人用的了 那因為如果你一個人 是生一百個兒子 那你是不是一對一百 是 千孫是一百個兒子 才生一千個孫 是不是一個只是生十個 也是 你生一百個 而你的兒子生十個 那麼下一個 就是一個生一個 那就越生越少 越來越難 所以百子千孫這句話 是被推翻的 所以記住大家 看到有朋友 是生嬰兒 公愛的時候 千萬不要公愛他 百子千孫 這句話是不吉利的 在中國的國際上 是不吉利的 是不吉利的 在中國的國際上 還有一百個兒子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